打歸號04加速實測低視角曝光 快速衝出起跑線 在車手全身灌速跑出好成績8.72秒 成功打敗大陸網紅結野 讓支持者歡呼尖叫 我這樣說感謝他不難 難的是行到這條路 這條路是我認為最難的部分 那當然感謝所有支持 幫助我的朋友 謝謝大家 提到這一場競速賽 廖老大說接觸不熟的車型改造 前後花費大約是500萬左右 雖然充滿挑戰 但是陸續測試都很順利 而最難的就是場地申請 花了一個多月 只要測試場地都碰壁 只是後面有一點路波會點 剛才有一點稍微拾病 對的 我把他救回來了 擁有25年賽車經驗的駕駛說 大家都在高興歡呼時 只有他一個人下出了冷汗 因為過程中差一點失控 但信號最後是成功的 沒有實力的總會永遠找藉口 找理由去逃避 說白了就是玩不起 比賽結束至今 傑尼龜還沒有回應 而他曾經在打規號第一次非正式測試時 質疑0到100 2.16秒是假成績 現在打規號完勝傑尼龜 許多網友已經到他的抖音帳號下面留言 要求對方認輸 並且實現諾言 捐100萬到慈善機構 賽車教父廖老大賭上自己的職業生涯 讓全世界都知道台灣也有快車 TV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